好也因应双台来袭呢 20号上午水利署以及副总工程师张广志与第九河川局长谢明昌 是特别前往了荣光抽水站来视察机组的运转情况 并且给予专业的建议 也希望能够加强排红功能 因应双台夹袭 20号上午水利署副总工程师张广志 第九河川局局长谢明昌和县府建设处副署长张志豪 来到了吉安荣光抽水站 视察机组运转情形以及相关的准备作业 并且给予专业建议 希望可以加强排红功能 在这个荣光社区 早期是我们在这个花莲地区 是算是一个防汛的热点 那这几年经过我们的 跟县府跟吉安公所的一些合作 我们在荣光抽水站 以及它的潜池集水路 已经做好一些相关的设施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这边 在台风来临之前 我们来看看防汛准备的状况 我们也希望跟吉安公所一起 看怎么样把这些防汛准备做得更好 一般抽水站来讲 我们会建议要有油料 备量要充足 尤其一般的抽水站 希望大概有三天的一个油料 那主要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时间 通常大概三天 今天看起来 因为荣光抽水站本身它有油料 那我们希望在我们台风正式发布之前 能够把这个油料能够备足三天 这样子我们可以比较安心 也可以来顺利让它顺利操作 吉安校长游淑珍全程陪同 除了向水利署说明抽水站的维护管养状况 以及机组运作流程机制 也感谢中央给予专业意见 游淑珍强调 会以民众的安全为第一考量 务必做好各项房台准备工作 台风来袭之前 谢谢我们中央长官 张副总特别从中央来 也谢谢我们九合局 谢谢长一直在地方 为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关怀动作 那也谢谢县政府 给我们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维管上面的协力 我相信维护乡亲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保障 工作在地方减乡一定会努力 恪守做好自己的职责 最重要乡亲的生命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 那当然除了我们在台风来袭 大雨好雨来袭的所有的整备工作以外 更要谢谢九合局在我们日常365天 为我们开启了我们整个海岸线 适信以及休闲的这样的运动的一个好地方 所以站在地方减乡亲相公所一定会努力的 来协力我们的中央协力我们的县级 来做好地方围观 安全跟适信以及建设的这样的一个 很重要的铺陈工作 减乡亲相公所表示 除了荣光抽水站机组准备完成 其他包括了干城南昌地下道 也设置了车道型的抽水机组 另外被有六台移动式抽水机 随时是台风好雨情形来布设 另外乡公所也准备了500个沙包 有需求的民众可以向清洁队登记领取 建议会节安相报道